一個諧星還可以登上小巨蛋 還能秒殺 心裡面的感動不言可遇 演唱會家常再秒殺 吳宗憲好心情全寫在臉上 但他的展覆粉絲只想點播這首歌 家常的話變台北加高雄加加 高雄暫時沒有 真的沒時間 因為他們這個錄影都錄到哀哀叫了 高雄場確定留局 只能怪吳宗憲身為綜藝天王 每天錄影主持已經分身乏術 如今重拾歌手身分形成更滿檔 不過他就算再忙 也要關心演藝圈的新二代 你覺得這什麼樣 我是想開工嗎 小孩子啊 他想看什麼就給人家看什麼 可能無聊或幹嘛 關了二十幾天 替孫恩佐的金句下注解 吳宗憲先前現成上身 和媒體打賭 孫恩佐最晚五月底 就會回財 沒想到他的律師卻說 至少要六十天才能讓案件落幕 憲哥預測失準沒關係 但是最重要的 還是孫恩佐有沒有學到教訓 最不可以原諒的過錯 就叫做愚蠢 慢慢也意識到說 我誠實的去認罪 應該就事情就變得很小這樣 因為他確實是沒事的 希望孫恩佐謹記教訓 大事話小 小事話無 吳宗憲跟開玩笑 要他早點回來 聽自己的演唱會 借前輪和李一全台報導